酱ビ社工程 扶連肺領前 那我們今天做的是平胸手術 平胸手術手術方法其實很多 那很多種方法到底要怎麼去選擇 就是要看接受手術人胸部的狀況 那一般胸部比較大 因為長期穿這個素胸 沒有穿胸罩的話 會造成很大的胸部 地心引力然後再加上沒有用胸罩拖著 它就容易下垂 那下垂的一個狀況之下要把它做平胸 手術的困難度其實比較高 那比較簡單 然後疤痕比較不會那麼長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胸部做一個水瓶狀的切口 然後把這個胸部的組織切掉 那因為皮膚鬆弛下垂的皮膚也會把它修掉 然後讓它胸前的皮膚會比較緊 那一般下垂的胸部乳頭的位置其實都已經比正常還要低了 那要把它提到一個適當的位置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做一個乳頭的一個移植 那移植過去的話 最關鍵時間是在前兩個禮拜 因為這個移植的乳頭要能存活 靠下面的血液情況供應生涯要能存活 那至於胸部手術的疤痕部分 那會大概接近原來乳下緣的那邊會有條水瓶的疤痕 術後照顧的部分 因為我們切除一個比較大部分的組織 皮膚也切除一部分 其實這個底下的空間是需要在外面加一個塑胸袋 那這個皮膚壓為原來的肌肉組織上面 比較不容易凹凸的問題 那塑胸袋可能要穿一個一段時間 除了洗澡的時候脫下來之外 其他時間就穿著 會建議大概三個禮拜到一個月左右 那過了一個月是醫師評估這個皮膚的狀況之後呢 在可能可以減少塑胸袋使用的時間 大概在三個月之後 那個皮膚的狀況可能會比較穩定 縫線的部分大概會在九到十天的時候 會把胸前這個傷口的縫線拆掉 拆掉之後可以使用一些除疤凝膠 可以減少這疤痕明顯的一個狀況 我叫小花然後今年二十七歲 然後我是從事客服業 我目前手術結束大概已經經過半年左右了 做手術之前就是我沒有因為自己是女生 然後覺得就是很不好而去做這個手術 是因為我只是想要做自己 所以才去做這個手術 那做完這個手術以後也確實比較有自信 就是我不用像以前一樣就是遮遮掩掩的 然後好像胸部很大之類的 然後現在就是變得很有自信啊 就是我素前的時候 就是自己是什麼罩杯我不太知道 但是就是胸部真的是非常的大 就是可能連我穿素胸啊 或是運動內衣 他完全包不住的那種 然後我做完術後之後 穿衣服也比較挺胸這樣 不會像素前就是還沒有做手術的時候 會看起來就是這裡很大這樣 穿衣服的時候也會覺得很緊 然後就是會這樣一直駝背 然後我手術完之後 過了恢復期之後就是變得比較平 可以很挺胸這樣 然後穿什麼衣服的比較好看一點 就是家人一頭就問說 欸你是不是變瘦啦 然後朋友也說你是不是變瘦了 我說沒有 我去做手術這樣 他們就說我做完看起來 就是變得比較有自信 不會像一箱就是一直駝背 看起來沒有自信 就做完手術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做後的照顧都還蠻簡單的 其實也不太會痛 對生活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其實之前還蠻多朋友問我說 那你去做平胸手術會不會有什麼生命危險 這也算大手術會不會危害人體還是幹嘛 做這個平胸手術就是感覺怎麼樣 我也想要去做耶 但是我很緊張之類的 如果還是很猶豫的話 我推薦他先去做術前的諮詢這樣 有人術前諮詢總比我就是 一直跟他說這些還來得快 如果真的有心想要做或是 就是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的話 那我推薦台中教主這間諮詢 因為幫我做手術的是邱醫生 然後邱醫生他就是還蠻細心的 因為其實做這個算蠻大的手術 都會蠻緊張蠻害怕的 就是只要問他就會很細心跟我說 然後他也會就是跟我講很多術後照顧 對啊所以其實我真的還蠻推薦 台中教主這間諮詢的 可是我們進步在下一個人的 再努力點 再努力點 一不就 你看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